一般舞者大约在35岁就要退休了 但是有天下第一美腿芭蕾女神美誉的 法籍芭蕾天后西维基兰 他今年49岁了 依旧活跃在国际舞台上 曾经为他编舞的渔门舞级创办人林怀明 用世界奇观来形容西维基兰 他日前来台演出向日本三一一地震致哀的舞作 《六千里外》 我们也很难得的采访到他 听他畅谈这一路走来的理想和坚持 30年来巡演足迹他遍世界各地 首度来台的西维基兰 记者会上一开口就先忧了自己一抹 若非死中舞迷对于他的名字也许有些陌生 但他的传奇却是难以一言以蔽之 12岁从体操画足芭蕾 19岁就成为法国巴黎国家歌剧院 芭蕾舞团的首席舞者 西维基兰精彩的舞蹈生涯 也从此刻开始 当我非常年轻时 在《Paris Opera》时 我曾经有机会见到 有人像 Rudolf Nureyev 他有真正的心理 他到了这个宫中的舞台 跳脫單純的古典芭蕾表演 舞團為他量身打造芭蕾舞劇 徹底打開他的視野 對舞蹈求知若可的西韋基蘭 24歲時決定從芭蕾舞 可以出走 為自己尋找更多的可能性 因為我必須演藝術舞 我喜歡演藝術舞 我喜歡演藝術舞 但我希望演藝術舞 當我長大了 我已經演藝術舞 我希望演藝術舞 現在是時候演藝術舞 先後與包括雲門舞級創辦人林懷民 在內的多位國際編舞家合作 將古典芭蕾和當代舞蹈重新柔和 不斷挑戰肢體的極限 其維基蘭坦炎苦痛在所難免 它不僅是科學的不同 但當然是心理的 你學會說 即使每天都要練習 一種風格 一種風格都會有不同 而且會請工作不同 所以你必須準備準備 在痛苦 幾天 甚至幾天 例如Mats 或Lin-Wan-Ming 勇於面對每一次的挑戰 對西維基蘭來說 每一次和編舞加的合作 都是不同的學習 不是要求別人來跟我來 做一些事情 我認識的事情 但我希望他們去向他們 學習他們 他們的風格 為何他們在做的 而且我去向那些人 因為這是我的工作 掙脫守舊的教條與規則 堅持走自己的路 而這樣的堅持 也讓他在國際舞台 留下了無數個驚嘆號